大家好 今天是10月21日 星期四 市經過連續四天快速上升後 今天終於出現一個技術上的單日轉向 所謂單日轉向的意思是 市先行找一個月中高位 之後就跌穿昨天的收市價 先看看指數 早市輕輕高開5點到26,141點 之後曾經一陣升到上26,229 這一分鐘是創了今個月的新高 但高台買盤真的不足夠 而且趁高回吐的高壓漸漸漸漸漸 結果市況開始慢慢反覆 直至下午3點多時 其實指數今天曾經低見25,840 相對昨天來說是跌了296點 好了 市這樣跌一跌296點 是否代表整個升勢已經結束 首先我們看看 由5日的低位23,681 去到今早的高位26,229點 其實今月的波幅已經升了2548點 這是絕對不少的 好了 這是此其一 第二 一個技術上的反彈 最需要的就是成交金額 除了昨天成交金額稍微有少許多點之外 其實絕大部份的交易天的交投都還是比較疏落 所以這不是一個中期升浪的開始 反而是一個技術上的反彈 一個技術上的反彈 無論你2500點2600或2700點 始終你都會稍為放慢 可能現在這分鐘 今個月的高位暫時在形態上 已經好像閃一閃出來了 不過是否可以確認呢 我們在這裏等 等甚麼呢 如果指數一路反彈覆覆 而觸及或跌近50天平均移動線 50天大於25388點 那一刻就可以 差不多說今個月的高位已經出來了 事實上在月初我一直都在說 如果5日出現今個月的低位 今個月的高位應該是20日左右才會出來了 這三兩日 技術上是符合早前的預測 問題是反彈後 後續的市會怎樣行法 這才是關鍵 因為10月份直到這一分鐘 是一個先低後高的形態 第一 指數突破了10天 突破了20天 繼而升破了50天線 理論上已經擺脫了早前續沉底的威脅 經過16個星期的下跌之後 由6月2日跌到10月5日 不是16個星期 這是所謂的中期調整 好了 現在進入了一個中期調整之後的反彈 我當你三到四個星期 由10月5日度出來 如果三個星期就差不多到這個月底 期間來說不是指數一定會升到10月30 不會到最後的假月天 任何一天在10月下旬都可能會出現今個月的高位 剩下的就是整顧消化回吐過後 市有無條件 有無機會再進一步向上推 現在關鍵就是這裏 你反正10月份有無多1、2、8點的升幅 已經無關重要了 講到這件事 我們首先要看今天伏牌的恆大 合生創展和恆大物業 合生創展本來想用200億去買恆大物業 51%的股權 但這宗交易暫時已經中止了 對合生創展來說其實不是一件壞事 你拿著幾百億 你不買這間就買第二間 你始終是有個優勢 是進一步去收購一些優質的資產 因為手上大有現金 所以今天合生創展 由24個1低位一直升到上海27個多 大家都對它的前景看得比較正面 反而恆大就比較麻煩一點 因為9月21日有個債 當時的債息是8353萬美元 有30日的寬限期很快到了 即是說如果給不到 這就屬於一個違約 對恆大來說是有壓力的 至於恆大物業 我反而覺得不需要太擔心 你賣不到給合生創子 就看看有哪家公司出價 就賣給哪家 最大的隱憂 來來去始終都是恆大集團 所以暫時來說 對恆大的看法我仍然比較保守 大家 今天是10月21星期四 股市經過了幾天的不斷上升之後 今天終於出現一個高台的反復 我們先看看那個指數 找到恆大集團 先高開5點到26,141點 曾經一度再輕輕地上升到26,229點 等於說這分鐘股市是再創這個月的新高 可是沒有辦法再進一步推進了 因為買盤真的不太足夠 而且在高台也有一點點的回調的壓力 結果指數就一步一步的反復 直到大概下午3點左右水平 指數已經曾經一度低減25,814點 相對昨天的收市來說 在幾分鐘股市是回調296點 可是我覺得暫時的那個所謂反復跟回調 基本上是很正常的 大家想一下 這個月的指數是從5號的低位23,681點開步的 到今早的高位26,229點算起來 這個月累積的升幅已經有2548點 相對整個月來說 其實這個升幅真的是不算少 所以在高台有幾百點的回調 消化基本是很正常的 問題就是這個所謂的高台的回調 跟消化會不會碰到50天線 這個很關鍵 因為在這個反彈之中 股市已經回升到10、20跟50天線以上 現在來看最接近現在的指數的是50天線 大概在25388點 也可以這樣說 一天恆征指數還是能夠穩守在50天線以上的吧 那等於說整個技術上的反彈的勢頭 暫時還沒改變 只是經過2548點的反彈之後 現在需要有幾百點的消化跟整顧 好啦 要是未來這一天到兩天 要是指數能夠在反彈當中 能夠一直抓著2萬6左右的水平的話 從基地上來看的確是還有機會再進一步推進 不過我覺得就算是指數能夠再進一步創這個月的新高 其實來說也沒有什麼意思的 因為第一 先低後高的走勢基本上已經不變 應該是不變 第二就是這個月的波幅已經滿足整個月的要求 所以後一個階段就是等待下個星期 旗子結算跟轉倉相關的活動 對股市來說影響到底有多大 說到這一點我們還是要首先留意50天線的支持 一天他還是不失手的話 從移動線方面的走勢來看 還是有機會再進一步往上挑選100天線 不過這個當然幾百點來說 對一些短炒的投資家來說其實幅度並不是太多 還有一點大家要留意 新經濟相關的股份高台是有一點點消化 包括成信 阿里巴巴 美團點評 可是這位經濟的成分股 今天好像是少要做好一點點 包括惠宏 還有那個91的綜藝洞 還有平保 2318的平保 等於說新的經濟相關的股份 在早前的綠色的反彈的幅度也不少 暫時來說在高台是有一點消化跟回調 可是就經濟的那個南籌成分股 就開始有一點點的做好 當然像惠宏 像中移動 像那個平保 相對高台來說還是在一個比較低的水平 可是中線布局當然沒問題 斷線要炒賣的話 我覺得暫時真的是波幅 往下看的幅度並不會太多 既然股市在高台有一點消化 我覺得暫時稍微等一下 觀望一下是比較好 另外恒大已經掛牌了 扶牌了 可是恒大跟恒大貨業的股價 都反復而代言的 暫時來說我覺得比較關注的就是 他的那個美元的債的利息能不能夠付 很快的到了 這個今年有8353萬美元 不是這個小的數目的 好啦 下午分析就說到這裡 這個問題是嗎 不是這樣嗎 不過如果是有4000人的 連4000人的口罩 現在比是3000人的 兩我們的1個 兩人在一起 如果是5000人的 那些時間當然要看 這樣現在要再重大 你們就說到這裡 可惜好多一些 對有多久的